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啰 大家好 我是起冲 在我上个视频里面我有说了 这个巫统在下一届大选 还有未来的马来西亚政坛上 都不可能再扮演救世主的角色 为什么 因为巫统自己都不顶了 整个国阵可以说是已经是完蛋了 现在只是在这个团结政府里面口言残喘罢了 但是我也不否认 团结政府也需要这个国阵所提供的30个国会议席 现在是属于一种互惠互利的状态了 但是 到了下一届大选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大家也说不准 OK 所以呢 现在有很多人呢 正在期待这个巫统呢 能不能呢 反过来的强大一点 然后呢 稍微可以跟这个国盟抗衡一下 拿回这个国盟的那些马来区 OK 我是认为呢 这个想法虽然是很美好 但是呢 很不逻辑 也是很难实行 为什么 我今天这期视频呢 就是跟大家专门讲解一下 为什么这个巫统呢 应该是一去不回的 很难在东山再起的 为什么 其实巫统 跟国阵 现在经历着的东西呢 就是呢 我称之为 城市乡村 双海啸 简单来说 就是 城乡 双海啸 怎样说呢 其实 从308开始 308 505 509 在这三届大选里面 国阵 都在经历着一个 很明显 的现象 就是 城市 海啸 其实我们说不上是 华人海啸 比较 适合的词语 其实是城市海啸 怎样说呢 华人绝大多数是住在城市的嘛 华人反倒玩很正常 城市海啸的一部分 然后呢 买人呢 在 城市的买人 也是全部反玩国阵 然后 只有乡村的买人还继续支持国阵 所以呢 308 505 509 这三届大选 绝对是 国阵 经历着这个 城市大海啸 城市的人 不再支持国阵 华人不再支持国阵 到了19 的时候呢 这个国阵呢 在经历着 第二次海啸 这一次是轮到了 他自己的基本盘 也就是乡村 马来人居多乡村 这一轮叫做乡村海啸 他乡村那些地盘 全部被这些国门 吃到干干净净 还只剩下 中马跟南马 一些地盘他还守住不了 但是可以守多多少年 我不是很看好的 老实讲 然后我们现在来问一下 为什么这个 巫统 他会经历 城乡 海啸 有他原因 什么事情发生 一定有他原因 不可能没有原因 OK 我现在先说一下 为什么前面三届大选 这个巫统 跟国阵 会经历 城市海啸 因为 住在城市的人 基本上都比较受到 高交易 然后 这个政治意识也比较高 然后 他们对 这些政治 人物 政党的要求 也会比较高一点 因为他们 见过的市面 比较大一点 OK 他们也比较难被这个 小恩小惠 所迷惑 所以意思就是说 整体上来说他们的政治意识就比较高一点 他们知道什么样的政客才叫做好 什么样的政客叫做不好 然后他们对政客的标准要求就是 这个政客必须要足够连结 然后呢 他要有足够的这个行政效率 就是这两个东西 连结跟行政效率 这两样都是以前的国政没有了 所以城市的人为什么反倒完 因为 要连结你没有 要行政效率你也没有 像我要你这个政府干嘛 所以城市的人反倒完 只剩下乡村那些 马来乡村 他们支持国政两个原因 就是 这个 种族 的意识 就是 马来人一定要支持马来人 马来人一定要支持巫统 支持国政 就是他们的这个种族主义 这是第1个原因 第2个原因就是 巫统长期是用那些小恩小惠 来收买那些乡村的马来选民 而且成本也不需要太大 给一点点小恩小惠就可以收买他们了 而且 他们那些乡村区呢 又很好收买 为什么 因为呢 那区很小 选民很少 人口很少 不像城市 一个城市可以20万个选民 他们可能两三万个选民就一个国会选区了 要收买也很简单 成本很小了 所以绝对是很划算的事情 所以 我刚已经解释了 前面三界 308 505 509 为什么会有城市海啸 因为城市人要的东西 连接跟高效率 国政给不到 我先来解释一下 19的乡村海啸是将来的 就是 巫统的那些本来的马来乡村地盘也不见到晚 就是一个原因 我觉得是贫富悬殊的问题 贫富悬殊 就是 其实 巫统长期来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 他们 把那些国家的 那些经济利益 全部是直接输送给那些盆党的搞官 并没有把这些资源下放给广大的马来基层 长期以来那些马来基层的都是本着一颗赤城之心 就是因为我马来人要支持马来人 所以才支持这个 巫统 支持这个国政 但是 长久下来 现在资讯这么发达了 每个人都可以看到internet 然后看到 你的巫统的高官捧党们一个两个都是 九十肉铃 在那里 仅于一十 这样为什么我们这些马来基层支持了你们60年代 我们还是穷哈哈 不对路 这个贫富悬殊 慢慢的越想越多的话 才会觉悟的一件事情 巫统的人非常的贪腐 我们不能够再像以前这样马来人要支持马来人 我们可以去支持第2个马来人也就是国盟 现在我们有新的选择了 所以呢 就是因为有第2个新的选择 属于马来人的国盟 崛起了 所以呢 才会造就了一一九的乡村海啸 所以呢 世界大选下来呢 这个国阵跟巫统的经历了 城乡 双海啸 OK 现在 我们的问题来了 我们在期待着这个巫统呢 能不能再一次扮演这个救世主的角色 就是呢 成功的抗衡这个国盟 抢回国盟的地盘 然后呢 不要让这个国盟有机会一统天下 这个是我们现在在想的东西啊 但是我觉得呢 我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 我刚才给出的城乡双海啸 你觉得 是 可以倒反过来的吗 是可恢复的吗 不可以的 城市人要求的是巫统 要连结跟高效率 有吗 可以恢复吗 恢复不到 乡村人 所要求的就是 你这个巫统太过腐败 弄到这个贫富悬殊 没有照顾到我们基层 马来老百姓 可以恢复吗 这东西也是恢复不到 既然 你现在很清楚了 城乡 双海啸 所导致的那些因素 你都没有办法恢复的话 这么一来 巫统要怎样翻身啊 我问你 我真不懂巫统要怎样翻身啊 老实讲啊 所以啊 之前很多人都在讨论 要怎样救巫统 我就问你要怎样救 我就简单问你一句啊 就好像今天的马华 即便我给你很有心要去救马华 你要怎样救马华 马华 是早都没有得救的 那种啊 我怎样救 现在巫统也是一样 也是没有得救的老实讲 所以不用再期待巫统可以再一次的扮演就是组合角色 我现在非常的担心是 巫统呢 在下一届大选呢 他现在仅有的地盘 26个国会议 加买国阵其他30个国会议 到底会不会进一步给国盟吞掉 很难讲 现在呢 巫统的地盘呢 主要是扎根在南马 在我们楼佛呢 这个巫统还是很强 但是是不是永远的 不知道 你不要忘记了 以前在南马以上的地方 巫统也是很强的啊 但是谁有想过他有19这一天 所以呢 我认为了 巫统呢 他很快就变成第2个马华 他在马来社会里面 就等于马华在华人社会里面 慢慢的会不见掉不见掉 因为我刚才说的 沉香酸海啸的因素 他没有办法恢复跟倒转回来 所以已成定局 没有得救了 医生宣告 不知 OK 好 其实接下来呢 我们不要再去想要怎样 救这个巫统 没有办法救 接着我们应该想一下 有没有什么替代方案 可以替代巫统 帮忙挡下来这个国盟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思考的方向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优优独的 优独的 优独的